到最后他下个结论说 劝人不要相信命 要相信业 为什么呢 命是业造的 业就是劝人 要不做我业 不做善业 你的命就好了 你想是继续不断还造物 还搞损人利己的事情 希望自己的命好 哪有这个道理 绝对没有这个道理 我们在讲习当中 也常常提醒同学们 损人绝对不利己 你只要冷静的去观察 你看过去 看历史上 你看看现代的一些社会 凡是造损人利己的事情 最后都是一败头地 这个在佛法讲 这些新世报 而来世的古报 必定在散途 这又何苦呢 真正利己 就是利人 你能够利益更深 越多 对你自己的智力 也就越大